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Element BGT和Astra主题 它们的付费版要提前准备哪些文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安装好的一个DEMO演示站 是Astra主题的一个演示站 这是首页 它只有几个页面 这个主题它的加载速度非常快 这个网站用的是SG SiteGround主机 新加坡机房,现在没有翻墙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网站用了哪些插件 和各位分享一下 现在启用的插件 一个是Elementor 这个插件是免费的 具体怎么安装 我后面还会做教程和大家分享 到时候会把这个网站重置 从零安装 这个视频先分享插件 这个是Elementor编辑器 这也是一个免费版的主题 先安装主题 然后安装Pro 然后再安装这个站点导入程序 这个插件也需要授权 这个插件用完之后可以把它停掉 因为正常情况下只需要用到主题和主题的Pro 还有这两个编辑器插件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这是Astra主题为Elementor编辑器提供了一些扩展 这个插件如果启用的话 网站必须要翻墙才可以使用 否则加载Elementor编辑器会失败 一般情况下或者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启用这个软件 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也需要单独授权 因为我感觉启用了这个插件之后 会拖累整个网站的打开速度 最后一个是经典编辑器 这是一个免费软件 如果不安装这个插件的话 它经常会启用WordPress 5的那个区块编辑器 那个我不是很喜欢 速度比较慢 我还是比较喜欢经典编辑器 所有插件都激活之后 建议用这个插件 对网站进行备份 或者是用主题上的备份功能 做一次备份 如果将来网站修改错了 想重新做 可以直接恢复 可以避免激活操作 下面看一下插件的文件 这是Elementor编辑器的Pro版 两兆 它的那个免费版 我没有下载 可以直接在那个插件库里安装 下面说一下Astra主题 这是主题 只有1.2兆 这是免费版 在WordPress主题库 免费主题库里面可以安装 也可以在这安装 手动上传 上传完之后 安装这个文件 这是Astra主题附加的插件 这是Pro版 安装并启用了这个Pro版之后 才可以授权 激活 这个文件是那个模板安装器 DEMO安装器 只有631K 这三个是必要插件 这三个是必要插件 剩下的这几个都是Astra主题提供的扩展插件 这是子主题 一般情况下用不到 这是Astra主题提供的一个Portfolio的插件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需要翻墙才可以使用的插件 具体插件列表我截了一个图 第一个插件就是DEMO演示站的安装插件 下面这一组需要两个 一个是Astra主题免费的 也可以直接上传 第二个是Pro版的附加插件 这是子主题是可选的 下面这两个是3.0 但是都是Beta版 不推荐使用 一个主题一个是Pro 下面这一堆都是可选的 这个是为Elementor的扩展 这个是为这个编辑器的扩展 剩下这三个也是Astra主题的相关扩展插件 我感觉除了这三个必要插件主题之外 其他都是可选 根据需要安装 不建议安装那么多 装了很多用不到的东西 反而会使网站很臃肿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